遠一點那個綠頂那個建築哈 圓形的綠頂那個建築 那個叫香菲墓 大家如果看過那個環珠格格 裡面有這個香菲吧 那這個香菲是真的有這個人 他死了以後皇帝就把他的 那個是個衣冠種來的 皇帝把他的衣體留在京城那邊 把他以前生前用過的東西 送回家跟他父母合上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那個衣冠種 右上方是長城最西邊的嘉芋冠 嘉芋冠 出了嘉芋冠的話呢 現在我們的左手邊 大家看到的那個 是西藏 西藏最出名的建築 布達拉宮 布達拉宮其實剛剛開始建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廟 它是當年西藏皇宿戰幹部 為了迎娶文成功 專門修建了一個新宮 那後來才是逐漸逐漸的被這些喇嘛 占用了 後來才變成現在整個藏區 最大的一個藏傳佛教寺廟 好 我們這邊過去進入第二個園區 中國秘書文化村 在去秘書村之前 在我們的右手邊大家看到的這一排 就是印象中國街 因為在這邊的話呢 有中國上個世紀的一些 像老戲台 老照相館 老藥局 老裁縫部 老咖啡館 老電影院等等 它折射的是當年 舊中國的一個舊式影像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叫做影像中國 你們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經過這劇場大門的時候 就可以看進去 今天晚上七點半表演就在裡面演 對 七點半在這裡面演 好 那我們現在進入這個民主村以後的話呢 首先我們右左邊看到的這個 是來自於藏族的區域 那這邊其實都按到一名的名牌來見的啦 紅色的這個叫喇嘛廟 然後旁邊這個灰白色的是藏族的藏族命區 左前方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金戈王朝 好 那等一下四點十分 我們就在這裡看表演 馬戰 對 我們下車走過來大概三分鐘就倒了 很近 玉米 右手邊就是來自於陝北的窑洞 陝西北部的民居 那我們說了因為中國的話呢 除了漢族一般有五十個民族 每一個民族都會有他們自己獨特的風景獨特的文化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主要是通過一些房屋建築 來折射他們各自的獨特的文化 比方說我們等一下 左前方我們即將經過的是來自於海南的遺族的遺站 遺族的房屋你們留心看一下 它這個船這個房頂啊都像一個倒扣過來的船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船行屋 這個據說是為了紀念當年 彼族的土先飄洋過海乘船去到海南島 才專門做成這個樣子的 左邊還有來自於台灣的高山屋高山站 右邊這個掛了很多牛頭的地方 是來自於雲南的瓦族 那在瓦族的習俗裡面的話呢 牛頭象徵的是財富、權利和地位 那一家的牛頭掛的最多 那一家就最富裕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左邊經過這個地方是一個叫做百姓街 它裡面主要是折射了中國的一些宗教 宗教文化以及信式文化的 它裡面會有一些書籍 是關於中國的百家性的 信式文化的簡介 右邊叫做翠湖 是我們那個叫宮湖 那左邊的話呢 這裡是來自於雲南的一些村寨建築 像左前方這個白色的 是叫做雲南納西族的納西帶 如果大家有去到那個立江 去到雲南的立江 就會接觸到這個民族 那他們最有特色的 就一個的話呢 是他們的這種民族音樂 宗經音樂 也有點像以前道士念經的那種音樂 這個是中國民族音樂當中 已經沿用了上千年的一種文化 還有他們使用的文字 是一種象徵文字 我們右邊這邊 前兩天到五節這邊 就湖面上有搞這種華龍舟 現在大家還看到 還有一些龍舟在這上面 那再下來 我們還要經過一些村站 當中在我們的左手邊 大家看到的是來自西南底邊 那是苗族 苗族的話呢 很多看一些傳記小說裡面說 苗族會想 養母族啊 讓你吃了以後 那會聽到的話 那那些是傳說 那但是的話呢 苗族實際上我們說 他們還是有他們的特色的 比方說他們穿的衣服 都是自己手工蠟燃的 然後的話呢 他們佩戴的飾品 是自己手工打字的一種飾品 左邊這個叫不一站 不一族的不一站 不一族的他們緊住的地方 容易下壁 保持的話呢 用石塊來搭建防護 比較堅固 比較耐用 好現在我們的車子經過這裡 左右兩邊 有去過雲南的 可能大家還有印象啊 石林 雲南的石林 那麼這個是被稱的 叫做世界第八器官 呃 它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岩石分化群 因為整個造型非常的奇特 那很多定制學者 考察了這個地方之後 說全世界 再也找不出第二片 這麼美麗的石林了 所以話呢 我們這邊也停留下了 大家下去拍拍照哈 八四嘛 這七小魚 這了 你今天經過很好 大家都要做 這兩批 都已經無編了